等会儿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想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门徒就问耶稣说 拉比亚 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还是他的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 也不是这人犯的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功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功了 我在世上的时候 就是世上的光 第八章的时候 耶稣花了很长的篇幅 在跟人讨论罪的问题 讲到他这位天父的儿子 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要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而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在第八章的时候 也花了很长时间讨论 就是我们常在讲 不要做奴仆 不要做农仆 要做儿子 要做儿子 那不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 啊不要做农仆啊 行一行啊 要做儿子 问题没那么简单 你如果不了解 为什么我们应该是做神的儿子 却会去当罪的奴仆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罪的问题 一直在困扰我们 所以今天不是因为 你当你今天儿子跟奴仆 不是你忘记你是儿子 你就变奴仆 想起你是儿子 你就又不是奴仆 这个是太表面了 这是比较心理学的 你还是要去面对 他为什么儿子又会变回奴仆的心态 他儿子的身份就是儿子的身份 你只要信了耶稣 我们真实的信了 那我们就得着做这个天父儿女的权柄 我们就真的成为儿子跟儿女 但是我们遇到我们的一些挑战困难 软弱生命里面的黑暗面的时候 我们会习惯用以前我们当奴仆的身份的时候 的处理模式来处理 然后就会犯罪 继续过犯罪的生活 所以今天我们基本上不是一个 行一行行一行 你是儿子 你要记得 你是儿子 你要记得 哇 记得了 记得了 就回来继续当儿子 可是过一阵子 又回去那个样子 那个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要去真实的去承认 主啊 我有这样的一个罪的问题 请你继续的释放我出来 所以在第八章耶稣花很多时间说 你来 我来就是要帮助大家的 我是从天父那边派来的儿子 要帮助你们成为他的儿子 所以呢 我不是来定罪你们的 我是来救你们的 我不是来跟你们讨论神学 我是来跟你们讲一个 你们若不悔改 你们就要灭亡的事情 所以第九章的时候呢 这时候门徒就针对这个生来瞎眼的人 要跟耶稣讨论 是谁犯的罪呢 是他自己犯的罪 还是他的父母犯的罪 你们想说他自己犯的罪 他不是天生就瞎眼吗 所以是说他出生之前犯的罪 这就逻辑上有点不通 那时候犹太人也有一些很混乱的观念 那是他父母犯的罪吗 所以遗传这个罪的果子到他身上 耶稣就继续 好就按照他们所设的这个题目 耶稣就回答 人面对罪的问题有两种反应 第一个 我没罪 我没有问题 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你是被鬼附的耶稣 一直说我有问题 你才有问题 我们第一个是怎么样 不承认我们有问题 我们说谎 第八章讲的说谎 魔鬼就是说谎之父 所以我们面对光要照恋我们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谎 不承认我们有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 我们常常会说 哦你要讲罪吗 那是谁的问题呢 绝对不是我 是别人的问题 是这个瞎子的问题 还是他父母的问题 还记得吗 很类似的话 第四章 撒玛利亚妇人 井边的妇人 有没有 那个人也是在跟耶稣讨论 到底是在我们撒玛利亚的山上敬拜神 还是在你们耶路撒冷的山上敬拜神 才叫做敬拜神呢 耶稣说 根本不是这个重点 重点是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敬拜神 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敬拜神 除非你领受了怎么样 圣灵还有真理 你才知道谁是值得敬拜的那一位 你才知道谁是弥赛亚 你才知道弥赛亚要带领你 敬拜什么 怎么敬神的国 这边也是一样 耶稣说 不是这个父母 也不是这个人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不是谁犯的罪 重点是谁来救 谁来拯救 不要跟我讨论神学 到底是怎么样 尼克底姆也是一样 要跟他讨论神学 耶稣说 不要讨论神学了 世人都犯了罪 要灭亡了 但是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治 灭亡反得永生 很多次都是这样 耶稣都跟讲 不要讨论神学 不要讨论这个 重点是 要灭亡了 你们知道吗 不要是讲说 谁犯的罪 谁犯的罪 谁的错 谁的错 要灭亡了 知道吗 重点是 谁来救 天父愿意救 派我来救 我想这是第一个 耶稣跟我们的差别 所以如果圣灵光照我们 有罪的问题 我们其实不需要说话 我们就相信说 他要来救 他光照我们的目的是为了 要救我们出去 离开这个光景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 耶稣第六节 说了这话 就吐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 就是口水 或泥巴 抹在耶稣的眼睛上 对他说 你往西罗亚 迟子去洗 把西罗亚翻出来 就是奉差遣 他就奉差遣去洗了 就回头就看见了 他的灵色 和那树长 见他是讨饭的 就说 这不是那从前 做着讨饭的人吗 有人说是他 又有人说 不是 却像是他 他自己说 是我啦 他们对他说 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 他回答说 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他或你抹我的眼睛 对我说 你往西罗亚 迟子去洗 我一去洗 就看见了 他们说 那个人在哪里 他说我不知道 这个故事 耶稣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 不是这人犯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罪 是要在他身上 显出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是什么 在耶稣接下来 要采取的行动里面 要在这个人身上 显出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是什么 神的作为不是要去探讨 是谁犯罪 神的作为是要去彰显 谁来拯救 谁愿意拯救 谁能够拯救 因此耶稣说 趁着白天可以做工 我们就赶快做工 因为我就是世界的光 要照亮在黑暗里面的人 天父派我来 就是做拯救的工作 我们故事往下看 就会发现 其实真正最可怕的 也是最可悲的 还不是肉眼的眼瞎 是心里的眼瞎 愿神照亮我们心里面的眼睛 神祝福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